纵横影视圈几十年的资深演员岳华 今个月20日在加拿大温哥华病逝 享年76岁 岳华的丧礼在温哥华时间10月27日早上9点 即是香港时间28日凌晨时分 在Bowell Chapel and Memorial Gardens举行 他的家人一早到达灵堂打点 丧礼由岳华为双铁尼主持 并开放给公众人士入内鞠躬 门外摆放了几十个各方亲友和团体送来的花圈 包括汪明泉、罗家英、刘凤平夫妇 姜大伟一家、以东升、程小冬、岑建勋、胡锋 钟景辉、张之角以及妹妹张宝芝 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等等 除了恬尼和女儿妃以及女婿Marcus之外 岳华的衣仔恬柳也向电影剧组请假 来宋姐夫最后一程 而和岳华相识多年的好友 包括张逸、高雄等等都有出席调宴 灵堂内播放岳华的生活照和做义工的照片 张逸、高雄和张之角等亲友都有轮流上台致辞悼念 分享以往和岳华的相处点滴 我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 现在回想一下我怎么认为华哥呢 他是人欲的姑姑 你有什么不懂的 现在问他 他立刻回答给你 知道不知道都让你知道 他不知道 比较开心的心情 我跟华哥相识一场 是很开心的事 我就是觉得他不单只是我的前辈 他是一个非常好心理的人 我跟华哥相识了52年以上 在邵氏公司的演员里我可以这么说 华哥是我走得最迷的一个朋友 命远怀念你 你不会寂寞 迟些我会找你开桌 不过不要太快 而恬尼之到辞的时候 都难忍丧夫之痛 流下眼泪 他说丈夫已经患病两年多 但仍然经常到老人院做义工 今个月初做义工的时候 气息依然很好 但后来就不幸入院 恬尼也透露了丈夫入院的情况 表示岳华走得很安详 其后恬尼也收拾心情 益述和岳华的相处日是 大赞丈夫是一个真诚的人 他在之前就经常跟我讲的一句话 我们之间就说 大家都听清楚 都有家人的 等我死了之后 你就知道 在这世界上 你还能找到第二个 像我一样对你这么好的人 真的 他一死 我即刻就明白了 真的 他说的话都是真的 就像他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的真诚 那么一样的真 岳华师兄我知道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他都是最真诚的 最少老说 只有我跟他唱版调 所以岳华 我是被否定的 那 在这个情形之下 让我们以最真诚最真诚的心 来祝福岳华师兄 往生他最想去的极乐净土 谢谢各位 岳华的灵鳄上铺满白色鲜花 仪式后 当地时间大约中午十二点 灵鳄儿送火葬祥火化 岳华女儿妃捧着爸爸的遗照 女婿Marcus 袁华 张之角 张逸 和高雄等扶宁 险妮和妹妹险柳 就站在棺木后 当灵鳄被搬上灵车之后 众人双手合十证经 向灵鳄骨公致意 神情哀伤 亲友目送灵车离开 张之角向盲友挥手道别 完成丧礼 贴离向一众亲友 以及来宾致借 感激他们对盲夫的关心 谢谢 而且每一位来宾 每一位欢喜乐化的朋友 都给了我力量 把这一次的告别式 做得那么样子完整 谢谢 谢谢 岳华的家人一早向传媒表示 不会接受访问 也表明不接受白金 另外 有消息指 岳华的骨灰会安放在温哥华家中 陪伴家人 最后我们一起重温 岳华昔日的精彩演出 为什么你要委屈自己做四姨太 如果我的身份只是你的四姨太 我和他们还可以和平共处 但是如果我是你的平妻 以后长家一定会有很多事 现在 那…好了 你知不知道你坏了什么 你是坏自大 这么多年来 我到今天才跟你说这句话 我和我丰之人的没 你跟我伤死一场 你比我好来好去 你知为别人 在厉害 竟然是真足够 放心, 貴妃娘娘這樣做 都為了保護貝勒爺 菩薩知道你愛子情重 一定不會怪責你 記住, 你是蔣成天的兒子 怕我不想繞圈 我真的不想做一些 我自己也不想做的事 明白, 我們父子對於做生意 這三個字的理解有很大的分歧 那你做你自己喜歡的事吧 做演員開始會無所釋從 不知道怎麼做 然後可能自己以為會演戲 就亂做 然後慢慢… 原來這樣才是演戲 漸漸摸到竅門 有沒想過一演會演這麼多年? 沒想到 我演了五十年戲 你怎麼做 不是偉童, 她摸到竅門 我選擇了 你不會想到